1月8号据稿媒报道,TVB年度盛世万千新辉颁奖礼隆重举行,各大奖项终于出炉,大部分获奖者都是致命归。 最受瞩目的奖项,当然是师弟事后,师弟最终由陈山聪获得姜美宜则永夺事后。 曝光的现场照中,姜美宜上身穿着羽毛抹胸,下身搭配高开叉长裙,再配上瓢染过的短发以及大浓妆,打扮非常明艳照人。 入行多年的她演技备受认可,这一年她凭借着上车家族中的莫文会议角,入围了最佳女主角五强。 只是她年纪不小,加上跟TVB签的是不投约,外界更看好陈伟拿奖。 当宣布最佳女主角德江哲是自己时,姜美宜忍不住激动大哭,她表示,我以为不是亲生女,拿不到这个奖。 在TVB的颁奖礼上,从李兹到邓翠文都曾被媒体爆出,用签订长约来换得奖杯。 姜美宜更表示,自己并不抗拒与TVB签15年长约,成为旗下的亲生女。 她甚至笑言,如果签下长约,15年后刚好66岁,就可以退休了。 如今成功超越陈伟以及抱起镜等一同入围的女演员, 姜美宜也算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,成功换来TVB的肯定。 说起来,姜美宜的经历很是坎坷,事业爱情都遭遇重重波折, 能在年过半百时得到奖项肯定,真的很替她开心。 现年51岁的她,出道超过25年,她本来是做模特的, 因与周润发拍摄洗发水广告,开始受到关注。 1997年,姜美宜加入了亚氏,因为主演了《肥猫正传》、《金牌律师》等作品, 而成为亚氏当家花旦。 但是随着亚氏一度陷入低谷, 她和万奇文等一众演员也都面临无功可开的日子。 她曾公开表示,那段时间生活得十分颓废, 甚至认定自己惨过弟弟迷。 作为姜美宜的好友,也是她交往多年的男友吴君祥的亲姐, 吴君如带她走出困境。 2009年,吴君如牵线,让姜美宜成功过档TVB。 然而,昔日当家花旦的风头却不在, 到了TVB也只能从配角做起。 姜美宜曾表示,自己作为前亚氏艺人, 进入TVB后感觉低人一等, 但她很快就调整了状态, 曾和苗小伟、郑泽氏等人标系的她, 开始担任绿叶角色。 从《一海豪情》中的《行嫂赵冬妮》到《五味人生》、 《女人最痛》等剧集中,她都甘愿担任绿叶角色。 在TVB神仙打架的年代, 姜美宜其实算不上好看, 但是她独特的气质与扎实的演技, 也令无数观众记住了她。 姜美宜在这种大环境下, 也是挨勒近五年才熬出了头。 发展事业的同时, 姜美宜没有忽略爱情, 她与吴君如弟弟吴君祥在爱情长跑多年后, 于2006年秘密结婚。 每逢吴家有什么庆祝聚会、家族大事, 或者吴君如陈可兴有什么电影上映, 都少不了姜美宜的身影。 不过,不管名义上是女朋友还是儿媳妇, 有了吴家的这层关系, 姜美宜的演艺生涯也顿时有了后盾, 有了靠山。 外形辨识度极高, 演技精湛的她, 演反派能令人恨得牙痒痒, 演正派又很讨喜。 因此, 她不管在哪个电视台, 演出邀约都非常多。 当所有人都以为, 姜美宜能从此站稳一线女星的位置时, 她竟然被TVB封杀, 长时间没戏拍, 她之所以会被血藏, 是因为得罪高层了。 她拍摄《亲亲我好妈》的时候过于紧张, 对剧本不是太满意。 于是, 趁着剧集总监曾丽珍放假的时候, 直接越过上级, 找到了当时仍是助理总经理的杜芝克。 越级投诉真姐的下属兼剧集的监制, 关永忠。 最后除了停场之外, 易令为TVB效力30年的关永忠走人, 这令曾丽珍十分恼火, 于是下令封杀。 日前受访时, 姜美宜再次谈到此事时, 承认太刺武了, 无漏偏逢连夜雨, 事业滴入谷底的她, 还被曝已经离婚, 爆料人正是她的公公夏春秋。 2018年, 姜美宣布跟吴君祥分手, 没想到夏春秋揭穿她其实是离婚, 而且早在2016年就签字了, 无奈之下她只能公开道歉。 有说法是吴君祥这几年主力发展内地, 流港时间甚少, 俩人聚少离多, 导致感情变淡。 也有说法是两者之间出现了第三者, 虽然俩人是和平分开的, 但那么多年感情, 哪里说放下就放下。 有一段时间, 她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, 独处时她会想不开, 还好后面接到了工作, 让她有寄托。 单对单中, 李芷珊问她, 两人为什么会离婚? 姜美宜很平静地说, 是两个人的步伐不一致了, 距离越来越远。 在外, 吴君祥的标签永远都是吴君如弟弟, 夏春秋儿子, 和姜美宜再起后, 就成了姜美宜男友。 姜美宜回忆说, 吴君祥出去应酬的时候, 别人问她, 姜美宜怎么没一起出来? 她说, 姜美宜要开工, 人家就口快问道, 你不用开工吗? 别人不经意间的一句话, 可能就刺痛了吴君祥的心, 这对于一个已经不惑之年的男人来说, 可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。 所以, 人到中年的吴君祥, 前几年就突然开窍说, 不, 虽然我以前开过餐厅酒吧, 做过上市公司的监视, 但是这些都是小打小闹, 不足以称之为事业, 我现在一定要做翻大事业才行。 于是乎, 吴君祥就跟着姐姐姐夫, 穷闯娱乐圈, 开公司捧歌手, 近一两年还北上发展, 到了内地做监制拍电影, 这突如其来的转换跑道, 就意味着要和姜美宜两地分居, 而对于姜美宜来说, 香港才是她的大本营, 她在内地的名气和知名度远不及香港, 要到内地发展的话, 她又得从头来过, 她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, 也就功亏一篑了, 这让她怎么舍得? 所以, 她也只能选择说, 好吧, 你就去内地发展你的影视大器, 我就不陪你走南闯北了, 我要留在香港继续拍戏, 我们就暂时异地好了。 然而, 从她们做出这个选择开始, 这段感情的根基就有了松动, 没有了另一半在身边, 面对花花大世界的诱惑, 自然是特别考验定力和感情。 前几年, 就频频爆出了关于吴君祥的画面新闻, 这边是和台湾的话题女王当众喂食, 互相调笑, 那边就和北方嘉丽, 在酒吧作乐贴头耳语, 而左右逢源, 艳福无边的吴君祥, 更是显得风光满面, 犹如热恋。 在这感情生变的边缘, 如果想要孤紧对方, 挽留感情的话, 大可以看紧对方陪伴左右, 那小逼男方也会乖乖地收心养性。 但是, 事业在走上坡, 人气正当旺的江美怡, 当然是不愿意放下工作, 走到幕后, 默默当个守着男人的女人, 于是乎这两个人也就开始渐行渐远, 感情逐渐冷淡了, 尤其是他们之间没有小孩牵绊, 也没有什么财产纠割, 要分手, 要离开, 也是一眨眼一句话的事情。 时间一长, 江美怡发现, 自己一个人的感觉非常好, 自由又轻松, 于是在一次气机下, 江美怡就说, 不如我们做朋友吧。 就这样, 两人和平离婚, 没有互私, 尽管两人还在一起时, 吴君祥被拍过很多次, 和不同女生牵手逛街, 江美怡也没有因此分开。 很多生活中的摩擦, 令她们的心越来越远。 李芷珊也有问江美怡是否有挽回, 江美怡承认, 当然会有, 但就是两人get不到对方想要的, 一个人走了三步, 另一个可能只走了一步, 步伐不一致, 彼此也很难可以回到过去。 例如, 江美怡觉得, 女生前节都期待收到礼物, 可是吴君祥却没放在心上, 江美怡把巧克力放在她身边, 她也无动于衷。 生日的时候, 可能吴君祥认为的惊喜, 是找了很多江美怡的朋友为她庆祝, 但江美怡内心真正的想法, 却是只想与吴君祥两人煮光晚餐, 一句缘分尽了, 看似轻飘飘, 很洒脱, 但是背后肯定是有无数眼泪和难言之影, 而最难接受的或者还是老人家, 就像夏春秋大哥, 她一直都觉得江美怡很孝顺, 很体贴, 而在儿媳妇恩恩爱爱的, 突然间就说婚姻结束了, 儿媳妇也要离开了, 这怎么能不惊讶, 不难受呢? 而身为当事人的江美怡, 当然也难受, 幸好她能找到自己的舒缓方式, 她修心学佛, 有自己宗教信仰, 能平静内心, 她也跟着发哥去爬山徒步, 寄情山水, 用最健康的方式疏解压力, 如今50岁的江美怡, 把自己的两只狗狗当成孩子, 给足了他们幸福的生活, 平时江美怡还会给狗狗吃冬虫草, 林芝之类的补品, 甚至还会用心煲汤给他们喝, 独自生活也许很苦, 但有了毛孩子的陪伴, 江美怡的生活也很多姿多彩, 正如江美怡本人所说, 以后也许会找个伴, 但绝不会同居, 因为自己一个人住会更加舒适, 在消化了两年之后, 她也终于可以大方地站出来告诉大家, 她和吴君祥再见, 一是朋友, 这也让她此次摘奖后哭到五官扭曲, 完全没有了女明星的包袱, 出道第一部戏就主演了肥猫正传, 成为了港剧中的经典IP, 此后却经历了十几年的低谷, 一度面临无戏可演的窘境, 再依靠着一个个配角重新熬出头, 如今51岁的江美怡虽然自嘲不再年轻, 但却展露了一个女演员的拼劲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